一人后来过江南 也与所惆怅 听歌舞捧情要讲 今不知所想 花船笑古山声唱 几曲断人唱 谁家墙头有美 似芬芳 人间一场烟火 你曾生开火 可几人在心窝 从此孤独火 江南花已凋落 怎看在斟酌 可怜两尘无多 尽似无人说 成响的又一首霸评歌曲 人间烟火 歌声惊艳 歌词唯美 古风古韵 太好听了 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 他空灵的歌声似惆怅 又似颜未尽 仿佛 仿佛带着一种伤感 在诉说 生活如果有真相 就是在黑夜中寻找光明 每个人在人间 不过就是一场烟火 这是一首播放量 22亿的神曲 歌声唯美动听 让人陶醉不已 生活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 这首歌之所以好听到 让我们久久回味 是成响的温柔浅畅 治愈人心 让人沉醉其重 成响1989年 出生于安徽淮南 小时候梦想成为画家的小可爱 最后受到孙燕之姿的影响 激发了他骨子里的歌手潜质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偶像力量 大学期间 成响参加了2007年 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 获得了新人奖 2008年参加了 青春中国校园才艺大赛 大学组金奖 那时候的成响不会打扮 也不会化妆 有时直接是素颜上台 他觉得只要享受着音乐 外在没那么重要 也正是这样的想法 他的音乐道路 也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的娱乐圈 不懂包装 没有流量 简直寸步难行 但他一直坚持着 对音乐的热爱 大学毕业后 走上了北漂的路 他就是成响 一位出道十多年 歌红了很多年 但人却不红 你喜欢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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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